大家好,我是小刹,今天是3月12日直速节,新版本的活动也陆续出来了,煮炒了这么久的bug,本期我们来看一下新版本的活动吧! 回忆之旅时间还没到,明天才开始,双人对决第三季也还没有开始。 今天出来的四个活动,三个克金的,狂欢嘉莲华,每天一个爆款植物碎片,这里边的钻石和金币真的不是来凑数的吗? 这个兑换卷并不算便宜哦,更奖励我就算了,全副奖励大家说要不要,算不算超值? 团购,它又来了,不知道这次有哪些植物,值得玩家们入手的,今天的暗影豌豆我是不会下手啦! 春日福袋,多了一些新植物 关了指数,全副奖励至少需要浇水10次,更奖励也要180次,这个礼包是花钻石的,我感觉还成,先把180次抽了 各位同学帮我计算下,这180次都出了些啥东西吧! 一百八十抽直接拿下所有道具奖励咯! 一百八十抽直接拿下所有道具奖励咯! 这个叛逆巨型小萨之前一直没注意,更新前我还以为是活动呢,结果还是客机礼包,我看时间一直在减少,后来发现每个世界的礼包还不同 那我们就来看看,叛逆巨型的礼包都有啥吧? 从神秘埃及开始,三种小、中、大号礼包,植物碎片、钻石、基因原制,价格则是6元、30元、60元 嗯?嗯? 各个世界都看一下吧! 海盗港湾 狂野西部 功夫世界 未来世界 黑暗时代 巨浪沙滩 冰河世界 天空之城 失落之城 摇滚连带 恐龙危机 摩登世界 正气时代 复兴时代 平安时代 值不值这个价格,当然就是人者见人,知者见智咯